西游式恶传2 必须要加一个2 我们看看插入卡片 然后选择唐僧 三藏法师一行人终于到达了天竺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天竺吗 不给力了老师 老师你怎么了老师 好这是我们的传说中的隐藏人物 詹谈功德佛 这个三藏法师 这里面咱们是西游式恶传 你许你的西经 我没我的容 表面上咱们俩是两口子 实际上就是再见 第一关随机关 第一关随机关南天门 咱也不知道唐僧跑南天门干毛去了 唐僧这么一看有点得到高僧的感觉 而且唐僧感觉比佛祖还厉害 看不看见 手拿的是法杖 身披锦拦袈裟 头顶戴玉面佛珠 这个脖子上戴的是玉面佛珠 头顶戴的是莲花 叫莲花 莲花金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你个佛 上来唐僧都敢 都敢去南天门叫号了 我真服了 如来佛像 这里面呢咱们是玩这个唐僧的这个一命通关 打的路线呢是来自于平底山车之国 枯松洞 枯松剑 谭思洞 石托岭 双王 加上最后我们的真结局小雷音四 好 这一上来二郎神 二郎神咱们也可以选 这二郎神手里拿 他拿的这个武器 也不是几 也不是啥的啊 这二郎神 你都敢跟他 唐僧都敢跟二郎神叫号了 我真的 你徒弟都未必打得过他 你给这呸呸巴巴巴的啊 好 光头突驴 应该不应该叫光头突驴 应该改个名啊 阿弥陀你个佛 这些都是普通必杀啊 哎呀妈 这是乳来生长 打晕了 如此坚定的信念 啊 这个只是 哎呀我想问一下 这二郎神跑到南天门来干啥呀 服了啊 真的是服了啊 凤翅溜金躺 雷鼓梦金锤 都是金字啊 带金的那个武器都厉害啊 这个然后什么银 这个银 金银铜 这都是排排名的啊 排名的 好这第一关是随机关 我们这一关就是南天门了啊 然后呢 再加上 那接下来平顶山 我感觉金角银角啊 真的是啊 每次都都是第一关啊 都挨揍啊 这金角银角是什么是真服了 好 这个是这个这个这个唐僧说啊 我 我是通过量子世界 啊 我是从微观世界里面啊 对吧 这个想当年我成了沾谈功德佛之后 啊 然后呢 我们又过到了这个西历 啊 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公元2021年 然后呢 我发现呢 这个 呃 我要改变 我要改变自己 我要改变一切 所以说我穿越回到了想当年我取经的时候 啊 由于我现在法力高强 所以说呃 我现在去的 基本上谁也搞不定我 对吧 直接穿越回去了 他要改变一些事情 啊 对吧 反正是这个情况 啊 西行记没看过啊 但我看过西游记后传 啊 西游记后传里面那个唐僧应该是火海兵演的 虽然说唐僧啊 这个没那么厉害 但是呢 说难听点啊 按照那个当时这个 对吧 那个我感觉唐僧也是蛮猛的 啊 后来呢 好像这个 呃 那里面呢 咱们讲观音大事啊 真的是一个女性 啊 那在正常咱们都知道啊 是这个 对吧 这个男 对吧 女生男性啊 咱就不说了 然后呢 这个 然后这个观音受伤了之后 唐僧还上去去接住观音 然后一个转身 然后一个抱 你知道吧 然后 两个人还发生了一段纯真而有美丽的网恋 我就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反正这个 魔改了都是啊 把他穿越回去之后 对吧 妄图改变一些事情 你懂的 啊 对吧 但是为什么不涉及一个 为什么不涉及一个剧情啊 叫做什么呢 叫做这个 呃 就是这个唐僧啊 好的 这个唐僧换武器了 看不看见啊 唐僧换武器了 换成了一个 呃 刚才感觉好像那个武器有点源头啊 这个 这是正常的产杖啊 那个是 那个是一个 有点像那个银行什么 某银行标志啊 对不对 观音是男的吧 理论上来讲啊 理论上来讲 观音 确实是男性 但是呢 他有很多法身 比如说他其中就有一个女性的法身 啊 所以说用女性来演 这个观音是没有毛病的 但是观音是个男性啊 啊 这个男性 这个路线 咱们不是先打银角去偷宝啊 咱们是先打这个 先打这个银角大王 先把银角大王给抠了 三块钱啊 对入幻境 银角 啊 够够够够 哈啊 一会儿我们看看啊 那银角死了 还得有金角 啊 这里这个唐僧还有武功还挺高强 还会顺身之术 你看啊 还会顺身之术 而且还会这个 大架 啊 相当的凶 对不对 观音跟皮兰婆菩萨 哪个地位高一些 这个什么叫地位啊 这个首先呢 我要跟你们 通俗的讲一下吧 这个肯定不是 通俗讲的 只是让你们理解 但是咱们只是为了理解 它肯定不是这么回事啊 你比如说 咱们叫这个所谓的菩萨 是佛教里面啊 讲的这个菩萨 这个菩萨呢 很多人说 那个 比如说你说 猪八戒是什么 猪八戒呢 他取完精神回来之后呢 他是 是菩萨 知道吧 他是一个菩萨的 他是什么菩萨呢 他是净坛使者啊 这个也是菩萨的职位 什么意思呢 就是 传说中的 这个 这个叫 这个叫采购啊 他属于公司的采购经理 如果你把佛教啊 这个 如来掌控的这个佛教当成一个企业啊 当成一个企业当成一个集团公司 那么如来佛祖啊 他是佛 他是佛祖啊 他是现在的佛祖 就是实际的这个董事长啊 公司的这个掌权人啊 掌门人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 比如说啊 比如说其他的佛 比如说斗战圣佛 沾谈功德佛 这个呢 就相当于什么呢 就相当于 就是公司的股东 是股东的 严格来讲呢 他是老板 他的股 他的这个占股多少 取决于他的这个老板 当然呢 也有一些人 比如说沾谈功德佛 你听这个名字啊 就是荣誉 荣誉董事啊 说白了啊 就是荣誉董事 这个斗战圣佛呢 就是 就什么呢 就是说 这小子呢 是搞外联的啊 这个能能带 能打能拼 能打能调那种 然后呢 通过他的这个武力啊 这个让他有这么一个 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地位 大家会知道什么意思吧 然后呢 你像很多人说 那那个燃灯古佛 对吧 叫为过去佛啊 他是过去的佛祖 就是这个公司呢 是他创建的 但是呢 有得者居之 我现在退二线了 就比如说 那个马云 把这个自己的位置 交给那个什么张勇 啊 是吧 当然当然啊 现在马云还是老大啊 他就说这个意思啊 就说就就就说 包括未来给这个什么 比如说东来佛祖 我就是把这个 我们我们新开了一个 这个这个大区 在这个国家里面 是交给你管了 而且呢 你干的好 未来 你你所有的公司 全交给你了 我如来 我也要退 退二线 我也要退 对吧 这里面呢 都讲的是佛 所以说呢 你要问我 菩萨 谁跟谁 地位高 首先观音菩萨 地位是最高的 跟大家讲一下啊 观音菩萨的地位 可能比很多的佛 都要高 比如说像什么 赞叹功德佛呀 比如说什么 斗战圣果 他比这些佛要高 他高在哪呢 首先 他这个菩萨 可不是普通的菩萨 他这个菩萨 可是这个集团的总经理 我不要股份 但我的公司很高 我的工资 我的工资很高 我可以不要股份的 但是其实也有股 可以也可以要股 然后呢 再就是你像什么文书啊 文书普贤 就是属于文化大使 就是搞企业文化 对吧 然后你像什么 这些什么 包括你像那个 地藏王菩萨 虽然说地藏王菩萨 也很厉害 但是他主管地府这摊 主管地府这摊 然后你像什么 皮蓝婆啊 这些东西 都是有公司职位的 也有相当于这个 HR的 对吧 比如说有干HR的 人才招聘的 有干这个 那个 那个 这个的 这都有 你只要把这个东西 想成一个企业 就想成明白了 把天庭 想成当时的 这个神仙的 这个政府 就没问题了 玉皇大帝 就是总统 或者说是 国家主席 对吧 你只要想到这个事 就明白了 好 车持国 一上来 我们看看 这个 这是陆利 狐狐狸 狐狸大仙 我们看到 云魂出窍 我这个 唐僧也可以的 直接求雨 好 不能让这些小兵 对着他磕头 对磕头的话 就直接 磕完 你看 直接就磕雷了 但是他这个 咱们这个 我狼大器啊 就是 他这个玩儿 应该是想要 特意让他把雨球出来 应该是啊 一顿磕 看出来啊 这还是 神仙也是害怕 这个彩虹屁的 知道吧 神仙也是害怕 彩虹屁的 就是该磕的时候啊 也好使 是吧 也好使 好 这鸟人啊 太狠了 感觉唐僧的节奏很好 唐僧的 这个攻击距离 虽然说很近 看不看见 但是呢 他清怪的能力很好啊 打得很有节奏感 真事啊 这个这个人物呢 在西游记2里面 由于是个隐藏人物 感觉还并不是那么弱啊 还挺厉害的啊 好 这个我之前 我是解说过 唐僧的那个 解说过那个 唐僧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来着 那个叫 唐僧版的 修射转一 好 四方神仙令 听我来 下雨了啊 四大接空 我感觉这个 虎一大仙 穿上这 这件衣服 真的先锋斗骨的 真的 你们看看像不像啊 这个虎一大仙 还真的有点东西 好 狐狸大仙 这个虎一大仙 是在中南山 练了一身武艺 对入幻境 啊 卧槽 你看还会乳来生长啊 唐僧这个乳来生长 是有点东西的 后面应该是个水精灵 是水精灵啊 好 迷糊了 啊 迷糊了 放过狐狸仙 还要收服狐狸仙 上天有好生之德 只要国师悔改 好 直接跑了 从八卦这个地方跑了 你看 你给他放走了 为何还要追 我们看看 车时国啊 车时国的那个 这个王后啊 是那个赵立荣老师演的啊 赵立荣 你错了 那头砍下来 就死了 啊 啊 这个不是我打的 这是咱们的我狼儿霸西打的啊 他改的名字就光头突离 应该正常写个名字 应该怎么怎么就要写啊 应该应该这么写 啊 名字叫 西田取经 啊 哎 为什么没有女儿国呢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 这个游戏啊 是有这个 那个蝎子经的兄弟们啊 女儿国里面也有这个 蝎子经的这个戏份 蝎子经也想要跟唐僧成亲 所以说其实可以把蝎子经 融到女儿国里面 对吧 这个 这个女儿国这个情节啊 我就想说啊 可以做的嘛 女儿国对吧 鸳鸯双起跌双飞 埋怨春色惹人醉 悄悄闻声丧 学挖掘机哪家墙 中国山东找兰祥 试学一个月不收任何学费啊 好的 你这把我狼儿打死了啊 这个小狼儿你看多可爱 你看 这多可爱的小狼儿啊 你为什么要打死呢 真的啊 好 下油锅 我们看一下啊 下油锅 开始点 这个我记得小时候看西游记的动画片里面 下油锅的时候 为什么这个陆地大千能够下油锅呢 因为他可以召唤一只青龙 啊 一个一个冰龙啊 在这个他身边围绕 所以说不怕不怕烧 好 那忍不了了 啊 被这个小角色破解 还是要打 这下油锅这个地方是练手速的啊 这要交给我狼儿的话 我说难听点 我就直接我一顿腿瓣 连人带拐棍啊 直接给他点爆了啊 好 我说这个打的感觉是有毒属性的啊 看起来像但是又不费血 就不是 正常毒属性应该是连续的掉血啊 这个啊 当然没有 好 好 直接给杨丽大仙狗死了啊 为什么狐狸大仙你可以放他一马 而杨丽大仙不用放呢 我们可以比隔板猜物 可以比这个油锅 油锅洗澡 我记得那个印象特别深啊 就是那个他洗澡 还得有这么一个姿势啊 就是两个肩膀那么动啊 好 杨丽仙 隔板猜物 油锅洗澡 砍头 啊 我这个配音怎么说啊 你们你们 我一说 我一说这个配音你就有画面了 知道吧啊 好 来看看 虎丽仙 杨丽仙 双仙啊 双王 但感觉这两个我去 我感觉唐僧真的 他可以很好的巨怪 你没发现吗 啊 这个巨怪很厉害啊 我操这个 感觉这个boss跟傻子似的 那怎么 啊 啊 可以给孩子 如果生个女孩 可以给孩子取名叫友荣 好 直接double kill 穷江 马脑 西斑100元 西斑 太狠了 三亲爷爷 车师伯 是我小时候 西游记里面 我喜欢很多集 每一集我都喜欢 但是呢 我最喜欢的 还是车师伯这一集 因为太逗了 太可爱了 但是呢 小的时候 很多人不喜欢哪集呢 就是唐僧绅士那一集 也不喜欢哪一集呢 就是那个 不喜欢那个 孙悟空刚跟唐僧那一段 好像据说 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个 那个姓仙 对吧 就那个什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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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玩了就在今朝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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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不喜欢那一集的啊 好像那一集就是 那啥是黄黄梅吧 好像那一集又黄梅的啊 哎呦 其实第一集也挺好看的 第一集我送空去学艺啊 然后呢 还有 对吧 红王初问是 其实西游记啊 真的是 要不说是名著呢 三国演义也是名著呢 三国演义虽然说是以历史为背景啊 对吧 他 他是还是要尊重部分史实的 但是这个三国演义 你看就是这么一段非常好的历史 他改编了之后 就显得那么的合理 显得那么的好玩 我今天刚 今天我又看了两集三国演义啊 重新 这个又又开始回 回文 一年我得看个十四八次的 我又看那个哪两集呢 第一个叫连环记 第二集叫凤怡婷啊 这个凤怡婷啊 真的啊 这你们看吧 以前小的时候不愿意看 都喜欢看诸葛亮 喜欢看什么这种打斗啊 或者说是什么打仗啊 计谋什么的 其实啊 现在你拿过来一看 你看那个王宇 董卓 吕布 啊 李肃 李如 貂蝉 这些人啊 你就这两集 真的啊 你看吧 那个貂蝉是 陈宏演的 好像是陈海哥的媳妇吧 然后呢 这个 貂蝉的配音是那个金龟子 就是那个小时候 咱们看那个动画片 动画城不是什么的 大风车 什么那个金龟子 配音啊 真的啊 哎呦我天 这个李肃之家气的 哇 是啥老贼 啊 太狠了啊 啊 感谢我们的诸葛 诸葛一手办卡 啊 写这个 昨天 没播 今天刚回来 啊 收到了 三张办卡 凤怡婷 李肃玩几吧 应该是 是董卓玩几吧 我觉得那里面 最有意思的是 那个 雕馋 你知道吧 指都指这个 要指着指帽子 就说你绿了 知道吧 乐死了 好 来看看 这里面红孩 我操这 这红孩的发型还是蛮飞热的啊 绿帝哥哥 女王陛下 来让你看国宝来了啊 我就是国宝 你不喜欢吗 啊 我我只求今生 不求来世 对不对 不去洗经行不行 不去洗经你养我呀 啊 然后女王陛下说 我养你啊 啊 你先关好你自己吧 傻瓜 啊 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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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等等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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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你王陛下 从从从那个 从衣服里边 拿出了一本书 叫演员的自我修养 啊 赖逼啊 八戒看蜘蛛之鹰洗澡 白白白白白的屁股黑黑的毛 是吧 猪八戒看蜘蛛之鹰洗澡 这个事 猪八戒 猪八戒不跟你说了吗 我跟你学了一手熬战之法的啊 哎 不知道是什么法 这个英雄难过美人观 最低也要130 啊 对吧 你你你你 你一般来讲 这个叫色戒 知道吧 情戒 这唐僧不能卸原羊啊 原羊一消失 唐僧肉都不值钱了 对不对 原本唐僧肉是三国顶尖食材啊 对吧 他是三国顶尖食材 现在不行了啊 现在这个 一旦卸了原羊之后啊 他就不好吃了啊 嗯 那个西游记里面蜘蛛精 你看那个杜齐尔那个那有挺多都是男的啊 找了一些解放军战士 然后路的他们那个时候现在想一想 你真的啊 那些女演员 他如果当时再骚细一点 按照原著那个玩法再骚细一点 对吧 现在多火啊 非得整得那么保守啊 就跟当年那个巩俐拍那个 拍那个 这个叫 唐伯虎 对吧 唐伯虎点秋香的时候 他演秋香 他就没好好玩 他对吧 就想让他扮丑嘛 对吧 他就没好好 其实他其实他现在挺后悔啊 这个锋利啊 你像那个郑佩佩 演那个华夫人 那多好 那确实是逗逼啊 大不了不孝不走路 哎呀 对吧 多可爱啊 昨天在音乐穿吧 谢一边了 不可能 对吧 我一直是童子深练功的啊 我一直都是童子深练功的啊 没毛病的啊 好 来看看 这里面可以打那个香子啊 感觉这个红孩儿还是移动速度还蛮快的 你看 这就是看出来咱们手短了 手短了 不好打 大哥 平什么 他也 他跟哪吒有什么关系的啊 他跟哪吒有什么关系啊 平什么他也会这个三头六臂 好 Michael 唐僧 好 打出金了 一个箱子 打出金又一个箱子啊 对入幻境 对入幻境 我还记得那时候最有意思啊 看那个李连杰演的那个电影 叫给爸爸的信 又叫赤子威龙 好像是啊 这里面就是特别逗啊 就是 呃 这个 鱼龙光演的反派 他也姓狗啊 会不会是你儿子啊 姓狗的就是我儿子啊 那狗立起 对吧 孔立起不是我妹妹 对吧 那张一某起不是我妹夫 哈哈 哈哈 都逗逗啊 有的时候有一些梦幻联动的啊 好 还剩最后一滴血 还是小孩子 一个必杀 什么玩意 好 这各种浪费地上 如来神掌 哗 哇 这一掌下去啊 要了其命了啊 太极乐 你看这个 这个 这是一个一个杖 好像咱们有这个杖啊 那个给爸爸的信 我觉得最嘚的就是 就是后面 这妈的无敌了都 就你感觉你看完那个电影 就说你家的儿子 如果像谢苗那个样 那你得多牛逼啊 真的 真事啊 他最牛逼的并不是说 他最牛逼的并不是说 我跟你说 谢苗演的角色定位都是这样的 啊 就跟好少人 施小龙似的啊 那些同行 那个谢苗演的好儿子的多好 你看啊 在给爸爸的信里面 最后他妈不梗的 那个得病不去世了吗 然后呢 去香港之后啊 经历了这些事之后 对吧 给他救活了之后呢 这个对吧 这个 谢苗 对吧 管梅艳芳 对吧 叫妈 对不对 他就知道他老爸喜欢啥 哎 你怎么说 这种儿子又听话又懂事 然后呢 还聪明啊 还聪明 而且呢 对吧 而且还知道他爸啊 这个就是对吧 这个意思啊 对吧 然后你看那个演那个新少林屋组里面 新少林屋组也是李连杰跟他 然后又有那个 又有一个女的 叫邱树珍 他演那个 对吧 也是叫妈啊 人家一点都不给他爸 那个 不像咱们现在就是说 你给我找个后妈 我不干 我顶天给你个面子 叫声仪 你 就咱 哎 谢苗这个角色定位啊 确实是 哎呦 我去这个蜘蛛 这蜘蛛也是啊 四四六只手 卧槽 有点帅的啊 小飞侠也可以嘛 但我那个在小飞侠没看过 但我想说什么呢 这个那个什么卢会光啊 还有那个谁 还有那个 你像那个老演那个反派那个 啊 叫 就是演那个腾天刚 那个金武英雄里面 他们都是 拳王啊 人家有真功夫在这里面的 但他们拍电影 他们就说啊 拍电影太难了啊 就生怕就给 就给 就给跟他对手戏的主角打坏了 你毕竟人家打 你按照电影效果打 好 周比利 对对周比利 光头突离也太秀了 好 这个老头 他妈的 这个老头 你敢说不是那个三国战机二里面 那个老头 啊 正常是唐僧啊 正常是唐僧 在这里被抓了 但如果是唐 你用唐僧 唐僧的话 这里面就是老头 啊 放开那个老爷子 啊 这个唐僧呢 就是 这个这个老头 他妈就是三国战机二里面 给咱们冥冥策和那个 探云天一那个老头 一模一样啊 一毛一样 我跟你说啊 给冥冥策那个 那你就这个 他妈的 他他都他都不是 他不重新做了啊 对吧 这个老的 老爷爷多惨 你说这蜘蛛精 你说你个蜘蛛精 你抓啥不好 抓老爷爷 对吧 你非得抓老爷爷 你这不是傻吗 这个不不蜘蛛精去了 蝎子精兄弟 说错了啊 蝎子精啊 蝎子精 蝎子精 说一实话 上半身身材不错 上半身身材确实不错 而且这个蝎子精 我感觉啊 这个 如果是做清蒸不好吃 你得给他做辣炒 对吧 你得用那个 你得先给他过一个 瞬间给他先焯一下 然后过一个宽油 瞬间过一个宽油之后呢 然后再把那个洋葱 洋葱啊 然后呢 这个 呃 干鲜辣椒 还有那个红辣椒啊 再快速滑一遍油 捞出来之后呢 先先先放一点那个 先润关 润完锅之后呢 放一点那个明油 要用明油爆那个葱姜蒜 然后呢 豆瓣酱 啊 豆瓣酱 然后呢 这个 把这个料再一放进去 一炒 那么一回 再加上一糖 感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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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蝎子精 肯定超级好吃 你相信我 绝对好吃的啊 啊 这时候呢 再配上 对吧 配上一瓶小啤酒 神域正风 啊 好吃 没毛病的啊 走 哎 这里面 如果跳的话 可以把这个蜘蛛网跳破啊 我据说 哎 这里面 这个 哇 这个蜘蛛 这 这有点像 羊成虎 或者固成虎 大闸蟹 啊 清蒸就可以 对吧 最对吧 最好的 最好的食材 就可以用最补素的办法 来烹饪的啊 知道吧啊 这五 这武器会不会风招啊 那就是这个啊 这个 你拿上神器之后 就不一样了 你像那孙悟空 啥也不是的时候 啊 他他也不敢 对吧 他几乎刚刚 被人的那个 那个圈套走了之后 他也灭了 他也搬救兵去了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有兵器很重要 你看唐僧这个兵器 他这个账 像不像某银行的那个标志 好 一路往下落 对 我从哈尔滨回来了 好 来看看蜘蛛精 上一次我们做的是蜘蛛精的这个通关啊 送给你 这个声音真的是啊 大家好 我是小狼 再次来到斗鱼解说依然很彷徨 我声音太小 你们不好找 你们不好找 只能披开大腿 让你们 前奏慢一点 请调弄起来 好的 我们看看 这这么咔咔闪光啊 这都被疯了 就是啊 那这么玩 感觉这个人好赖啊 好生可赖啊 他不出招了 这时候太赖了 这个人 好 队入幻境 魔王防御上升 那这个随机的啊 一打就封印啊 这太赖了 这个 你看一封印 他都不出招了 就有点像白虎神器一样 对吧 有点像白虎神器一样的 那这个太赖了 这里边这个顿路 幻境 我觉得不是很大 嗯 嗯 你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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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老惨了 救命啊 我在这里啊 我在这里啊 你看这个老头啊 你看这个老头 这个老头 就是那个老头 卧槽 这绝对穿越了啊 这老头 先是在三国里边 现在穿越到唐朝了 你看不见 绝对是直系金属 那个老头 这个老头 应该是那个老头的 不知道第几代 全孙 我跟你讲啊 真事呢 这500年前 对吧 这个现在是模拟器啊 任何平台都不 都不都不都不都没有这个这个版本啊 神书院姐妹只是因为寂寞 哎 这个精灵耳都长得好看啊 石头领 上来一个小狼 哦 这个狼 哎 小狼为什么要对着月亮叫呢 我想问一下 碧月 羞花 沉鱼 落雁 这个老头 那个老头 老头 你很能打是吧 老头 啊 勇烈 勇烈 打人都没力气 还说是黑社会 啊 枪 羊枪 啊 死的 我都抓得住 哇 这小狼多可爱啊 你长着一张笑脸啊 好 石头领 这石头领 咱们是打的双王啊 两 两个boss一起打的话 就比 我们看看 双王的话 是不是应该是 他先打 这个青石精 先打青石王 把这个青石王狗死之后呢 应该是选择 这个放他走吧 我们看看啊 这个血还是挺多的 一打就封印 这个武器太赖了啊 有这么牛逼的武器 还玩什么呢 卧槽 不能攻击 但是呢 能那个什么啊 能这个 能防御 好 好 好 安败了 放安一马 杀了青石王 选择杀了他 亏你一个和尚 这么狠毒 哈哈哈哈 大哥 直接装死了 太赖了啊 哎 装死 这个 你一贯 这个叫杀了 这个就是不补刀的后果 兄弟们啊 这个就是不补刀的后果 知道吧 如果你补了刀之后 就不会这样了 啊 就是 一定要照脑袋开一枪啊 油 好 啊 哎 二 Schr 润 忍 好 来 我们看看 好 乌拉 老冷 大藤鸟 这大藤鸟 你哪只眼睛看的大了 真的 我哪只眼睛没看的大呀 对不对 定封猪 定封猪 就是定猪猪吧 好 这个鸟挺难打 挺恶心 但是还是有起身封印 只要这么一封住啊 就好打了 你看 我密托尼克福 好 哎呦我去 感觉咱们的防御力很高啊 这个衣服实在是太扛了 我感觉如果要是 没有这个神神医的话 或者说是这个等级的话 我感觉应该是 被打几下就死了 好 他这召唤什么 我操 直接吹走了 这是剧情杀兄弟们 这是剧情杀 哎 能看又是这个哈哈牛 这个牛多可爱 这个牛太可爱了 这个牛 是个铁憨憨啊 这牛非常的中后拢 是啊 好 这个大水晶 我操 点亮 好 直接大钻石 直接要回来了 这地方就是一个剧情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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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说的没有我好听 真的让我这个说好了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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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去这 我的这个小兵 我感觉这个小兵 看起来比那个大鹏王厉害啊 这小兵 这小兵雷神下凡的啊 奔奔巴巴巴的啊 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 啊 结束了 升天了 好 来看看一会儿能打双王 我估计就是青狮加白相 白相封闭面 援助孙悟空打不过大鹏鸟 没有啊 没有说打不过 这个首先的大鹏鸟也打不过孙悟空 这个就就是不是说平手那种打不过 就谁也制服不了谁啊 他不是说打过打不过的问题 但是呢 要比这个速度大鹏可能是稍微快点 因为人是鸟啊 你跟人鸟比啊 对吧 但是拼武力直呢 其实这个大鹏呢 也没那么厉害 这个都是武力顶尖 再要拼武器的话 那送空的金箍铺棒 那就牛逼了 对吧 那人金箍铺棒 那屌子要死了 对大鹏鸟 他说是如来的舅舅 只不过是给这个面子 就好比很多人问我 刚才问我那个菩萨的事 咱们再重新说一句啊 所谓的这个菩萨 你比如说 对吧 那佛母 是对吧 是孔雀 对吧 封为这个佛母 那凤凰生孔雀跟大鹏 孔雀是孔雀 大鸣王菩萨 大伦王菩萨 还不大鸣王菩萨的 对吧 那么他也是一个经理 给他个官职 好的 青石加白相 这个白相好帅啊 这个白相 这个白相 有点像那个机甲 好 黄金山 我感觉 我操 我感觉这个武器 真赖低 这个武器啊 这真的啊 这个武器 我操 而且还能群怪啊 这个这是最屌的 一打完了之后 不会动啊 这个法杖 感觉 人民币充的吧 这绝对是 这人民币法杖啊 卧槽 啊 该说不说的啊 哎呀妈 你胸是真硬啊 你胸是真的硬 定 啊 A出亮光 A出亮光 就是封印了 啊 他这个 我感觉主要是 他几率太高了 真的几率太高了 A两 A两三下就出了 然后就一直 打一直输 这个太赖了 一个左边腿 一个右边腿 一个左四肩 好 人生果 真的不人生果 又生果 你生果 你生果 灿 прいed 他几率太高了 冷水 我生果 他怎么肯定 你追上 我生果 你生果 你们生果 有 你生果 我生果 好 看看啊 这个火焰山 然后小雷音寺 这里面咱们多了一个小雷音寺的剧情啊 是取经 因为小雷音寺那个呢 他那个如来佛祖是假冒的嘛 对吧 所以说呢 是假冒的 你懂的啊 咱们就不多说了啊 好 来看看火焰山 好 就是一个升级游戏 对啊 但是呢 有人玩那种不查卡的 还不是什么的 或者说是那个重制的啊 就是什么 就比如说 什么装备都没有 也不继承 什么道具也没有 重新打 对吧 重新打的这种类型 那我感觉这个唐僧 这个法杖是真的猛啊 这沉默法杖 这是 想当年我记得 我玩城海3C的时候 就有这个沉默法杖 那有这个沉默法杖 那太赖了啊 而且他群怪能力也很强的 真的 主要是这个群怪能力也蛮强的 哦 妈咪妈咪 贝贝 哦 想起那个贝马 就是那个沉默法杖 就是那个沉默法杖 好 定住 你看一闪关啊 他就被封住了 其实 其实三国战技也有这种技能啊 比如说像军师技啊 或者说白虎神器 但是呢 这也太赖了 而且几率非常高啊 你看啊 主要他成功的几率很高 对吧 持续时间还很长 哎 没有没有啊 持续时间其实很长了 已经啊 好 你看 这种情况下 就会一直A了 基本上可以一直A了 虽然说小兵挺讨厌 但是呢 是这个意思 你看 哎 你看 想关 想关的持续时间 怎么得到五秒钟左右 祈祷吧 祈祷吧 我去 必杀技风 你没啥用啊 这玩意啊 当然游戏这么设计 就是有他的道理 那就感觉这个唐僧 感觉有点像一线顶啊 这个唐僧是非班必选人物 是不是 所以说是一个插卡才能玩的人啊 你不插卡玩不了 玩不了唐僧跟二郎神 赖逼 好 扇子拿去吧 给了一把扇子啊 发椒扇 我操 这是康斯坦丁的小房子啊 这绝对是康斯坦丁的小房子 这小房子太好了 四围房子 五围房子 我操一顿炸 一会儿呢 咱们打双王啊 但是呢 只要沉默打得好 那对吧 感觉怎么都行 好的 又是这个小牛铁汉哈 这个牛太寒了啊 这两个火精灵 为什么不能被打 赛车 机台 是什么东西 哎呦 我去这个牛 上流梯 好 回头是二 这里面看一下啊 我还走 哎呀 啊 哎 这个小怪呢 有皮有肚子不说吧 带个面具还是长鼻子的 这小怪 你敢说是妖怪吗 我怎么看 怎么不像妖怪啊 就是人吗 这不就是人吗 我手里拿了个软硬狼牙瓣啊 太狠了 这个 这里面 咱们那个看宝是按C之后呢 之后再按C是换 好的 直接一个野蛮通撞啊 这牛头人求找 三十级的大招 直接转过来 晕一下 那个王主要里面那个牛头也是啊 也有野蛮冲撞了啊 冲过去一条线上晕 那个鸡飞啊 然后呢 大招是一个一个拍 对吧 那个二技能还不是一技能是那个一个挥自己手中的斧子 牛魔王 牛魔王跟孙悟空可能是说谁厉害啊 经过我研究了一下还是孙悟空厉害啊 这个牛魔王呢 这个打不赢孙悟空 孙悟空也打不赢牛 打不赢牛魔王 就是谁也制服不了谁 但是这个牛魔王被魔则制服了啊 咱就不说了啊 同时呢 这个牛魔王在法天相帝这个大超级牛逼的法术方面上啊 明显是照孙悟空拆着 这个牛魔王能变出这个好几千丈 好几千丈啊 你懂的啊 但是呢 孙悟空一变成变那个 一变就能变成万丈啊 你只是好几千丈 他是万丈 你像你像那个两个两个华山那么高 但是人家孙悟空直接就对吧 身高万丈 你怎么说啊 你根本就打不了啊 这个就是神灵护身符啊 这是咱们召唤的啊 我以为是那个什么啊 我以为是怪啊 有点类似于像你召一个 召两个小伙伴来帮咱们打 叫神灵护身符的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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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牛老老憨了 这牛啊 啊 哎呦哎呦我去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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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个等级 没有这个啥的话 我估计还真挺难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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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神 哎 可以反击 你看这个boss这么一看就有点难了啊 啊 啊 兔老板说的没毛病 感觉他在一闪光感觉随时随地可以霸体 沒毛病的啊 哇噓 神靈護身符 能不能換個名字啊 你說一個一個一個那個牛魔王也好還是什麼妖怪也好 人家人家那個妖怪名對吧 你整個女生頓入幻境 你整個女生頓入幻境啊 這個多多少少有點欺負牛了是不是啊 如果是女妖怪就有女妖怪的這個CV不好嗎 對不對 你懂什麼意思吧兄弟們啊 唐僧怎麼不能打妖怪啊 那你拿我沾彈功能盒當什麼對不對 啊來看看現在是小雷音寺啊 極其咱們玩這個劇情模式啊 直接就是可以見到真結局啊 所謂的這個所謂的真結局呢就是 呃 小雷音寺這個地方呢 小雷音寺這個地方呢 以為是真的如來佛魯的 但其實你懂的是黃美老佛 對吧 回頭是岸 啊 還可以巨怪啊 這招真的賴啊 清怪清得很快 對總感覺哪裡不對勁 然後呢 你懂的啊 你懂的啊 哦媽咪媽咪哼 他這個唐僧的配音啊 感覺還是有點隨意 啊 這個唐僧的配音應該是 弄一個非常慈悲的啊 有點像那種 啊 那種聲音比較好 啊 不能叫慈悲啊 這句話說的定義不準確 比如說 就是給那個 啊 給那個 那個叫什麼那個 徐少華 配音的那個唐僧 對吧 好 讓本座完成最後的試煉 蓮花台 我操這什麼招 跳起來正咬手 好來看看 最後的試煉啊 這個 居然招出了一隻蝎子精 想到你這個蝎子精很厲害 傳說中的那個 如來佛啊 如來佛啊 如來佛祖啊 都被他這個 遮過 非常的疼 而且疼到受不了 感覺這個 某日新冠是真的很啊 對吧 氣氛配上圖 很多人解決不著的妖怪 他就能解決 比如說那個 百木怪 比如說這個 蝎子精 太厲害了 給趙文哲法海配音 那個 對 打威天龍 打羅法咒 啊 般若諸佛 對應該是這個啊 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人 對不對 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人 太狠了啊 妖就是妖 還在這裡口舌招搖 啊 大威天龍 吃狠啊 哇操 一身血 啊 其實最後一滴血了啊 我不想死大王救我 大王 人生果 我操這一個人生果就咱們一流血啊 太爛了啊 好 丟人現眼的廢物 好 這黃美老舌啊 有 大金補 原種蛋 好可以看到 還是封印了啊 就行啊 就連著封印就打著這麼打 真的是有點爛 你不 你只要對他造成傷害 對吧啊 唐松是金蝉子轉世 對呀 可以這麼理解 有 有點像那個司馬儀的那個起身的招啊 你說如來佛的那個 如來佛祖的二徒弟 是金蝉子 那麼如來佛祖的大徒弟又是誰 你們知道嗎 啊 我去 眾神之武 敵人王的吐息 這是終極大招啊 這是終極大招啊 這是終極大招 零珠子是人家那個 哪吒就零珠子轉世啊 兩回事啊 魔王的能力加倍 魔王的能力加倍 啊果然 一個大招七的必殺啊 咱們現在還有五個必殺呢 這有點難的 因為他能反擊 一個閻王的吐息 就把這個斬的寶全賣了 這把你很費錢啊 啊 好 咱們看看 就閻王的吐息 皆必殺 還有三種呢 光這一個大招就會整死了啊 這個一個閻王的吐息 需要花2000 需要花2000的那個 CB 才能在神秘商店裡買一個 買這個道具 好 直接秒到了 這黃美老佛挺厲害啊 大家啥也不是啊 PGMG版又是什麼東西啊 人種袋 看不看你啊 人種袋是什麼意思兄弟們啊 人種袋就是高丸 人種袋就是高丸啊 這個你懂啥意思就好了啊 就是那種帶褶皺的啊 帶褶皺的那種啊 好 不得說了啊 來自於唐僧的困難難度一命通關 這裡面呢 咱們雖然說啊 就是弄了一個超級神器啊 法杖 那法杖大概是三萬二次能買一個啊 反正是挺貴 挺貴 浩介的所有的錢買到了 三藏修成正果 被接往西天籍的世界 啊 傳道不失 他的故事被後人們流傳推廣 是狠啊 啊 這個結局太噁了啊 啊 不多說了啊 也是感謝我們的我狼為武啊 感謝小伙伴 啊 也是感謝大家的收聽 如果大家會喜歡我狼解說 可以點擊屏方的關注和訂閱來支持我狼 我們就下期再見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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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